8月26日,历时七十余天修缮的西安钟楼恢复对外开放,据悉,这次修缮是1949年至今的第六次修缮,主要修缮钟楼宝顶、屋面、眼口、飞船、望板、角柱等。 西安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,城墙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,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,建筑年代最久,保存最完好的钟楼之一。 其建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,1384年,至今六百多年过去了,这座古老的建筑依然透露着庄严华美的气息。 由于长期受风吹日晒,飘雨沉积及人为因素的影响,西安钟楼出现了瓦顶雨水渗漏,船旺局部破损,草朽,油市起皮脱落,市面没变,保顶油市局部脱皮等病害。 为使钟楼文物本体能够驱病延年,西安市中古楼博物馆于2020年6月10日进行了壁馆修缮工作。 在维修过程当中呢,我们遵循着文物维修的原则,就是尽少干预,就是修旧如旧,这个原则。 所以我们对这个三层这些盐的这些流利瓦呢,这个是采准下来完整的,我们就保留编号,还用到原来的位置。 然后对破裂的,破损的,需要更换的,我们按同等规格制定了新瓦,流利瓦,然后给它又恢复到原样。 所有的工艺都是按照传统工艺,传统做法来做的。 据了解,此次修缮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保顶进行修缮。 保顶通高1.86米,最大宽度1.35米,加上虚米座,总高达4.53米,修缮时需要搭爬梯。 这次金顶是我们一个维修的重点,而我们的金顶呢,它是木胎,就是整个是个木芯,在木芯外面呢,在包裹铜皮。 铜皮,铜皮外面呢,再进行刮逆子,打光,打光滑,然后在这个外面,再进行一次贴剂,刷金胶油。 刷完金胶油,金胶油实际上就是一种粘合剂,然后在上面再来贴金箔。 这次总共用金是70克,这个用的这个砸成这个薄的金箔啊,是3800张。 修缮期间,西安市中古楼博物馆对中楼基本陈列展览也进行了提升改造。 提升后的基本陈列展览将以更加全面、生动、细致的展成方式,更好的满足广大游客观赏。 同时,通过此次修缮,西安中楼将重新焕发光彩,更好的展现西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